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七章 我们从十三节读到二十三节 你们要进窄门 因为引到灭亡 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 那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到人也少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 他们到你们这里来 外面披着羊皮 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凭着他们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 吉里里岂能摘无花果呢 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 唯独坏树结坏果子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 凡不结好果子树 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所以凭着什么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凡成果主啊主啊的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当那日 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主啊 你不是奉利民敢传道 奉利民敢鬼 奉利民行许多艺难吗 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是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我们祷告 父 我们求祢的圣灵光照我们的心 好叫我明白祢的道 我愿你圣灵更新我们的心 好叫我们可以回应祢的道 好叫我们得救 Lord the words of a man are pathetic 主啊人的话是何人的可怜 they have no strength 没有能力 Lord your spirit 但是你的圣灵 taking your word 借着你的道 doing surgery upon the heart of a man 在我们的心上面动手术 Lord what is impossible for us is possible for you 对人是不可能 对你没有难成的事 Lord will so many perish without the gospel 主啊这么多人 没有福音而灭亡 Lord you know you owe nothing to any man 主以不欠人的赞 but I pray Lord that you would spare some 主啊愿你怜悯一些人 and present them to your son 把这些人赐给你的儿子 in Jesus name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In this first verse in chapter 13 3节 Enter through the narrow gate for the gate is wide and the way is broad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enter through it 你们要进窄门 因为引到灭亡 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人也多 Here we see both a gate and a way 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门和一条路 We enter into the way by passing through a gate 我们借着这个窄门 而进到这条路上 That gate or that door is Jesus Christ 这个门 就是耶稣基督 And we are called to enter through that gate 神呼召我们要进入那个门 Now the scriptures are clear 圣经很清楚 There is only one savior 只有一位救主 And it is Jesus Christ 这是耶稣基督 And we say that as Christians 我们身为基督徒 我们是这样这样说 And that is why the world hates us 所以世界恨我们 Do you realize that many of the Christians in the Roman Empire 你知道在罗马帝国许多基督徒 They were persecuted as atheists 他们因着被称为无神论者被逼迫 That was their crime 这是他们的罪名 You say well that doesn't make any sense 你说这令人费解啊 They say how can a Christian be charged as an atheist 基督徒怎么可以被称为是无神论者呢 This is the reason 原因在此 The Christian denied all other gods 基督徒否认所有其他的神明 基督徒来到罗马帝国 说不 所有你们的神明都是假的 你们的宗教也是虚假的 只有一位真神 一位救主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拿撒勒人 因此基督徒被众人所恨 我要你想一想 如果基督徒来到罗马 说 耶稣是其中一位救主 他们就没有问题了 因为他们所说的就是 有很多很多的救主们 耶稣是其中一位 你的救主也很好 耶稣也很好 今天在美国就是如此 北美就是这样 只要我在讲道当中改变一个字 我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传道人 我所要做的就是这样 我不再用唯一 用其中一个 与其说耶稣是这一位独一的救主 我只要说耶稣是一个救主 其中一位而已 那大家都会爱我了 如果你到其他世界的宗教去 佛教 印度教 甚至伊斯兰教 只要你说你也是对的 耶稣也是其中一位 他是我的救主 你可能有个不同的救主 没问题 耶稣是我的 你就没问题了 因为你告诉这个世界 你们信错了 所以世人都恨你们 这是旧约圣经 所有的外邦人恨犹太人的原因 至少当犹太人与神同行的时候 他们就恨他 因为这外邦国家 他们有许许多多的神明 他们有成千上万的小神 他们愿意承认耶和华也是其中的神 他们愿意承认耶和华也是其中一位神明 但犹太人说不 耶和华是独一的神 听啊 以色列人 主啊 我们的神 他是独一的 这是你今天要看到的 如果你信 圣经所教导有关耶稣的道理 世人就会恨你 如果你开始传另外一个耶稣 那是圣经里的耶稣 世人会爱你 但是耶稣看他自己 他指向自己 他说 我就是道路 真是生命 没有人 不借着我不能到神 除了我之外 没有别的 在我之前的 都是假的 在我后面的 也是假的 唯独我 我是神道成又神 这就是耶稣的教导 你说是 这是耶稣教导的 没错 但是我拒绝 比否认他教导这个事实 更好一点 所以自由派的所谓的基督徒 不是基督徒 他们是完全没有用的 他们没有存在的价值和理由 让我再说 在基督徒生命中 在基督教里 一切都是围绕着这一位 有关基督 你知道基督教不见得是一个道德性的宗教 例如 如果你变成一个佛教徒 什么意思呢 你就会遵循佛教的教导 教规教律 你遵守教条教规呢 你就可以找到一些的所谓的平安 当你变成为教徒 你也循规道具 跟随他们的教训 你遵循他们的教规 你就可以得救 所谓的 基督教是完全不一样 不是有关一些教规教条 如果你遵守这些 你就会得救过 基督教乃是 乃是有关基督耶稣 是为拯救我们的救主 我们爱他 我们抓住他 我们信靠围组他 我们尊容他 一切都是光顾他 他为我们死 从死里复活 为我们的罪 常情赎 圣经说我们要进入那道门 我们如何进入那个窄门呢 我们借着悔改和相信 进入那窄门 神呼召所有人都要回答 要相信他的福音 这就是传统 众统的基督教 和现代的所谓的基督教 截然不同的地方 根据今天的传道人 怎么样进入基督教的门呢 你跟着我祷告 你看任何一张福音单章 福音单章背后说什么 如果你要成为基督徒 跟着我祷告 是不是 你做觉知祷告呢 最后呢 这个觉知单章说 恭喜你 你是基督徒啦 欢迎进入神的家 或者一个布道会 传道人说 你们都低下头 闭上眼睛 就把灯光给暗淡下来 就开始弹那些美妙的语言 传道人就讲一些非常温柔的话 多少人愿意得救啊 你不要害羞啊 没有人会看你的 你举起手来 你悄悄地举起来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你现在逃不了了 我知道你是谁了 到前面来 到前面来 记得我看到你了 他甚至会做 他会在当中放一些基督徒 让那些基督徒先到前面来 其他人就没有压力 就可以跟着来了 当他们到前面来了 你愿意得救吗 当然 他跟着我祷告 请耶稣进到你心里来 他们就跟着祷告 然后传道人说 欢迎进入基督的家庭 我不是在无中生有吧 很多人都在笑啊 你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 一次又一次重复的发生 所以基本上在北美的所有的人 都是所谓的基督徒 但是没有人活着像基督徒 那你说保罗弟兄 我的确在这样的布道会中得救啦 你不是因着那个得救 你尽管如此 神仍然救你 尽管借着人的异端 神仍然拯救你 神仍然可以拯救人的灵魂 因此我们感谢主啊 你看看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事吗 这就是进入宰门的意思 当翻到启示录第三章 这是一段非常著名的经文 传道人会说 二十节 看啊我站在门外扣门 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做席 然后传道人说 神在你心门外扣门 但是那个门把呢在里面 除非你自己开门 神不能破门而入 你怎么开门呢 你祷告 你躺开你心门叫耶稣进来 你做什么呢 你就跟着祷告啦 如果你跟着祷告 你认为你非常的真诚 然后传道人就宣布你得救了 首先你要了解 启示录第三章 主耶稣在敲教会的门 他不是在敲罪人的门 这里没说敲罪人的门 有一幅非常著名的图画呢 是这样子形容的 但我们跟随的不是这幅图画 我们跟随的是神的道 我们看看这段经文啊 当然从一个角度 我们可以用这段经文来做比喻 但是我们必须看上下前后文来解经 耶稣在呼召人得救 是 他在忍耐等候他们悔改 是 他伸出他那拯救的手 从早到晚 他呼召人得救 没错 all of creation calls for men to be saved 所造之物都在呼召我们回庄 in the book of Proverbs wisdom calls out for men to come and learn 在尊严 智慧也在呼召人来学习 she stands at the gates of the city 她站在大城门口 she's in the crossroads of the city 她在十字路口 she stands on the high hill above the city 她在城门的高山上呼喊 constantly calling out for men to repent and to come to her and learn 她不断地呼召人要悔改 来学习智慧 that's what the gospel does 这就是福音 even now 甚至现在 through a preacher 藉着传道人 God is calling out to you 神在呼召你 repent and come to Christ 悔改到基督面前来 put away your foolishness 把你的愚昧的事给弃掉 and come to him in faith 来到基督面前相信他 so there is a sense in which he is knocking on the door 从一个角度 主的确正在敲我们的心门 and he says if anyone hears my voice and opens the door 他说 若有人听见我的声音 敞开他的心门 what does it mean to open the door 什么意思 打开门 it means to open up your life to him 意思是把你的生命敞开 它就是敞开 it's not just praying a prayer 不仅是做个祷告而已 it's realizing that you're wrong about everything 乃是认识到你做的一切是一无所事 that you've been leading your own life 你在自己自作主张 that you have shut God out 你把神置之脑后 and this applies to many of you who call yourself Christians 包括你们当中许多自称为基督徒也是如此 you call yourself a Christian 你自以为是基督徒 but God is not in your life 但神不在你的生命中 you are not seeking to do his will 你没有寻求去行他的旨意 you do not seek to submit to his commands 你并没有寻求要遵行他的吩咐 you call yourself a Christian 你自称是基督徒 you may go to church on Sunday 你也许礼拜天去做礼拜 you go to the youth group 你找年轻人的团契 but as soon as you walk out 但一旦你走出门 you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God 你跟神毫不相干 you direct your own life 你在我行我素 He's not in there 他不在你生命中作枉 but to open the door is to say Lord come in 打开门的意思是 主啊你进到我心中 let me put it this way 我那么说吧 let's say that your life has no peace 譬如你的生命中没有平安 there's just nothing but emptiness you心里头只有虚空 and all of a sudden you hear a knock at the door of your life 突然你听见在你门口 有人敲门 and then you hear a voice 你听到一个声音 he says let me in 让我进来吧 open the door to me 敞开你的门 and I will give you peace 我会赐给你平安 and I will give you life 我会给你生命 life and abundance 丰盛的生命 and you think to yourself 你自己想啊 well this is fantastic 太好了 I would love to have peace 我当然要平安咯 and life and abundance oh 丰盛的生命 我当然要啊 and you run to the door 你就赶快跑到门口 and you grab the door handle 你抓住那个门吧 but right before you turn it 在你没有开门之前 the one outside the door 那个门外的说 he clears his throat 他说 he says wait 但你打 before you open that door 你开门之前 know this 你要注意 I will give you peace 是 我会给你平安 I will give you life eternal 我会给你永生 但是当我进来的时候 the house is mine 那个房子就是属我的了 everything in it is mine 一切在里面的 都是属我的了 you're mine 你也是我的了 the door is mine 这个门也是我的 the door handle is mine 门把也是我的 everything is mine 一切都是我的 when I come in I come in as savior 当我进来 我做你的救主 没错 when I come in I come in as lord 我进来 我要做你的主宰 主人 now do you still want to open that door 你仍然要开门吗 when I come through that door 当我进门 I will give you life 是我给你生命 but it may cost you your life 但是你也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now do you still want to open that door 你仍然要开门吗 and there's two reasons why the true believer opens that door 有两个原因 真正的信徒会开门 one is desperation 一 他是走投无路了 三重水净 一个人没有打开门 让那荣耀的主进来之前 因为他已经三重水净了 他已经无路可走了 他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 他活着没有别的意义了 一切都毫无价值 所以他是在绝望中开门 还有第二个原因 总是有第二个原因 他开门 因为那个声音 是太美妙的声音 他对自己说 我必须要知道 在门外的是谁啊 我害怕开门 但是我愿意看那个门外的 那个欲望超过我对他的 He may take my life 是 他也许要我的命 But I've got to see him 但是我必须见他 I so desire him 我如此的盼望见到他 I cannot live without him 没有他我就活不下去 That was Moses, remember? 记得吗? 就是摩西就是如此 Moses has the biggest ministry of anybody in the world 摩西有世上最大的福祉 He's led the entire nation out of Egypt 他把整个以色列国 都从埃及带领出来 But guess what? 你知道吗? It's not enough 不够 It's not enough 不够 If ministry can fill you 如果服事能够叫你满足 It's because you're lost 因为你失落了 If you're a Christian 如果你是基督徒 Nothing can fill you 没有任何能够满足你的 Not even ministry 甚至你的服事也不能满足 Nothing but Christ 除了基督以外 没有任何可以满足你的 Moses had the greatest ministry of his day 摩西在他的日子里头 有最大的服事 But this is what he said 但是他说 Show me your glory 主啊 让我见你的荣耀吧 Moses no one can see my glory And live 神说 没有人能够见我的荣耀 继续活下去 Listen to the heart of Moses 听听摩西的心跳 It's almost as if he's saying 似乎他在说 I know 我知道 I know I will die 我知道我见到你面 我会死掉 I don't care If I can just see One glimpse of your beauty It's worth it 只要我见到你荣耀 那一上呢 Show me your glory 让我见你的荣耀 And so you open that door So you open that door So you open that door And he comes in He comes in He comes in As Savior 做你的救助 And his Lord And his Lord Now that doesn't mean When he comes in 不是说 当他进来的时候 That you become Perfectly obedient 你就会变成 百分之百的顺服了 不见得 The Christian is full of failure 基督徒的生命 充满了失败软弱 But the Christian is broken over his failure 但是基督徒 因他的失败而破碎 Because he knows Jesus is Lord 因为他知道 耶稣是主 And he longs to please him As Lord 可望 使他的主喜悦 Now notice something else about this text 好 注意这段经文 还有一些事 He says If anyone hears my voice And opens the door 他说 若有人听见我的声音 就开门的 I will come into him 我就要进到他那里去 Look at this 注意这里 This is the God Who created the universe 这是那位创造天地的神啊 This is the God Who sustains the universe This is the God Who sustains the universe The universe itself Cannot contain his glory So整个宇宙 都不能够容下 他的荣耀 And he's going to come into you And you're going to tell me That that doesn't change you at all You say This cannot change your life Are you going to tell me That the Lord of glory Could come to indwell your heart And it's not going to have any impact on you at all 难道你要告诉我 这位荣耀的神 能够进到你的心里头 对你 一点改变都没有 一点都 You're going to be just You're going to be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You're going to be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You're going to be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You're going to remain the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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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my friend is ludicrous That my friend is ludicrous 我的朋友啊 这简直可笑嘛 I am not saying that When he comes in You'll be perfect 我的意思不是说 他进到你生命里 你就会一下子变失 I'm not saying that When he comes in You will have no longer Any struggle with sin 我不说他进到你生命里 你就不会跟罪恶挣扎了 But what I am saying is this There will be a difference 一定会有改变的 And not only will you know it inside 不仅仅你里面会知道 Others will see it on the outside 别人从外面观察 也会看到改变 再看看他说的话 And I will dine with him And he with me 然后我与他 他与我要一同做 Now that's interesting 这很有趣啊 And that's what most preachers never talk about 这是大多数传道人 都不会讲的 They say did you pray that prayer 他们说 哎 你祷告 跟着我祷告没有 You're sincere 你是不是真诚的祷告 你就得救了 真诚就得救了 And they'll even say things like this 他们甚至会说 Even if you live the rest of your life in sin You're saved 甚至你以后继续活在罪中 你仍然得救 Even if you remain the same You're saved 尽管你是老样子 一点改变那么 你还是得救 That's not true 这是错误的 Now when I say that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 People will say Well you're preaching works 有人会说 你是靠行为得救 You're saying that a man is saved Because he believes And because he changes 你说 人得救是凭着信 再加上他的改变 Absolutely not 绝对不是如此 A man is saved by faith alone 人得救是唯独凭信心 But those who believe 那些信的人 Have been regenerated By the Holy Spirit 他们也被圣灵重生了 They've become new creatures 成为新造的人 And what does the book of James tell us? 雅客书怎么说的? Does James disagree with Paul? 雅客跟保罗难道不同意吗? Paul says we're saved by faith alone without works 保罗说 我们是因信称义 不是凭行为 James says that faith alone without works is dead 雅客说 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Are they disagreeing with one another? 他们是彼此矛盾吗? No, they're saying the same thing Oh,他们是异曲同工 说一样的话 Paul is saying we're saved by faith alone 保罗说我们是靠信心 唯独信心得救 And James agrees 雅客同意保罗 But James adds one thing 但是雅客又加一件事 The evidence that we have truly believed 我们真正信的证明乃是 Is the way we live afterwards 乃是我们以后怎么生活 We're not saved by works 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 The changes in our lives Demonstrate that we have been saved 我们生命的改变 不过表明出我们是得救的 And look what he says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你看看 启示录 He says I will dine with him and he with me 我与他 他与我就一同作习 How do you know that Jesus Christ came into your heart? 你怎么知道基督进到你的心里呢? How do you know that he saved you? 你怎么知道他拯救了你呢? Most people believe it Because they think they were sincere at that moment 很多人认为 我得救的 因为我在我做觉知祷告那一刻 我非常真诚啊 Isnt that true? 是不是 Preachers will say 传道人会说 When you prayed that prayer 当你觉知祷告的时候 You're sincere? 你是不是真诚的? And the person says Well I think so You know you say Yes 我想我是真诚的 Well then you say You're trusting in the sincerity of one of your prayers You're trusting in the sincerity of one of your prayers You're trusting in the sincerity of one of your prayers You're trusting in the sincerity of one of your prayers You're trusting in the sincerity of one of your prayers You know most people who say they're believing in Jesus You know most people who say they're believing in Jesus Are not believing in Jesus 你知道大多数的那些自以为 自己说自己信列祷 其实信的不是耶稣 Do you know what they're trusting in? 你知道他们信的是什么呢? They're prayer 信的是他们的祷告 I prayed 我祷告了 I di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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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worry about me 不要担心我 I already prayed that prayer I already prayed that prayer I already prayed that prayer So the evidence you're converted is that One time you prayed a prayer 所以难道你得救的证据是 你曾经做了个祷告 你就得救了 Jesus says This is the evidence 也就是说 这乃是他进到你心里的真正证明 I will dine with him I will dine with him I will dine with him And he will dine with me 他与我一同做席 Now in many cultures in the Middle East 很多中东的一些文化当中 国家 甚至在亚洲也有这样的 What is one of the greatest demonstrations of friendship or fellowship? 怎么样子表明你的友谊 最大的表现的友谊的方式 一起吃饭 你可以到秘鲁的丛林里头 那些住在茅草屋里的人 你进到他茅草屋 你就是他的朋友了 他会把最好的食物放在你面前 他会跟你一起做席 吃饭 他所说的意思就是 如果我真的进到你心里了 那么这个证明乃是 我们会继续一起做席 一起交通 一起同行 我们会同行 我们会一起说话 谈天 我要做你的神 你要做我的仆人 我会在你的耳边说话 你的心会学习顺服 年轻人 很多人我们当中 跟主耶稣也许根本没有关系 你父母是基督徒 但他们从中国来的 他们英文讲得很烂 他们也不会上网 你们不尊重他们 不看中他们 是他们信耶稣 我们是现代人 可能你也没有基督 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是你去年轻人聚会 主要是看你的老朋友 你几乎不谈论基督 你不与他同行 你在这坐不住 你要赶快等他 讲道完赶快跑 所以你继续玩你的游戏 因为你的生命 就是玩游戏 你是真诚的与主同行吗 他是那一位 比朋友更亲近的 那位真正的自己吗 你研读他的话吗 你是否在祷告中 寻求他的面呢 你要效法他的旨意吗 遵行他的话吗 很多人没有听过这样的问题 这是圣经的教导 我恳求你听我的话 你要让你的恩召和拣选 坚定不一样 你真是个基督徒吗 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七章再回到 你们要进窄门 这个进要进 这是一个吩咐命令 这里意思是 你需要经过这个窄门进去 今天有人会对你说 我听过一些传道人这么说 我听过一些传道人这么说 基督徒也这么说 他们说呢 要得救是世上最简单 最容易的事了 这么简单 你就信就得救了吗 你就跟着我祷告就行了吗 是 唯独凭信心 没错 那是不容易啊 有很多可怕的抉择你要做 他们说很简单的原因是 因为他们不告诉你 你所需要做的那些重大的抉择 再看看路五家福音第十六章 十六章十六节 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 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 人人努力要进去 他什么意思啊 努力要进去 人人努力要进去 再看看马太第十一章 十二节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在马太福音啊 从文法上来看是很难解释这段经文 是不是说有一些暴力的人要压制神的国度呢 可能是这个意思啊 但是我们翻到路加福音 这里看得更清楚了 人人努力要进入神的国 这是什么意思呢 很多人 他们听到耶稣的教导 教学 但是对这些宗教领袖来说 耶稣对他们反感 他们恨无他 全世界都恨无他 但是他在讲这些话 这些生命之道 有些人听了这个道 他们就相信 要相信神的道 他们要跟随耶稣 但是要到他面前来 他们必须努力 要排除一些障碍 这些宗教领袖要阻止他们进入 也许他们自己家里的人 要阻止他们进入 也许世界上的众人的意见 也要阻止他们 也许他们自己的心 也要阻止他们 也许他们的心在说 如果你跟随他 你会被杀掉 那个人就努力 要突破这些拦阻 我才不管我的生命 我仍然要跟随他 那个少年观的心 如果你跟随他 他告诉你 你要舍弃一切所有 倾家障碍 那个少年观就有个拦阻 他就不能够努力 突破这些拦阻进去 他就死了 下地狱了 当主耶稣呼召你来 跟随他的时候 你的朋友也需要拦阻你 甚至你所谓的基督徒的朋友 要拦阻你 当你在你的年轻人团体里头 你要认真的对待耶稣 不要跟随他时候 那些很可爱的基督徒 就开始嘲笑你了 就开始背后说你了 就讨厌你了 你看到吗 你看今天在美国 在加拿大 你不要付代价 你便宜得很 你就信就行了 仍然在世界里混 然后相信他 不仅如此 如果你相信他 他会使世界更美好 你不需要突破任何拦阻 没有必要努力突破 因为你可以得到耶稣 然后在世上享受最好的生活 在其他世界国家是何等的不同啊 我知道有些人在中东工作 他们的名字我都不能提 他们是我的朋友 如果我提了他们的名字 他们可能会被追赶 然后被杀掉 他们要信耶稣 他们必须努力突破进入 如果你相信耶稣 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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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当中有人也许明白我说的是什么 你们知道到基督面前来是何等的难 但你自己说 唯独他有生命之道 唯有他为我的罪而死 我必须有他 我必须 你看住在这里是多么危险 你被喂养的基督教是何等的危险 要小心 如果其他国家的人听到这个道 小心 因为在美国所找到的这个肤浅的基督教 或者已经到你国家去了 或者正在路上要赶路到你家 你要弃绝他 你要回到圣经 你要回到教会的正统的圣经 救恩是唯独凭信心 但是那些真正信的人 那些成为新造的人的 被圣灵重生的 他们会开始过一个不同的生活 分别为圣经 我们再回到马太 enter through the narrow gate 你们要进窄门 你们要进窄门 这是一个窄门 这是一个窄门 你在你的背上背着这一大堆包袱 all the world that you're carrying with you 你浑身所携带的世界的东西 it's not going to go through there with you 不可以跟你一起通过在门 and you've got to make a decision 你必须做个抉择 stay in this world 留在世界 and keep your stuff 然后留着你的东西 世上的东西 and die and go to hell 或者死掉 下地狱 or reject the world 或者弃绝世界 and pass through the gate 通过窄门 I'm not saying here 我现在说的不是 that Christians have to be poor 基督徒一定要做穷光淡 才能得救 I'm not saying that you should not go get a good education I'm not saying that God can't bless your life in every way I'm not saying that God can't bless your life in every way I'm not saying that God can't bless your life in every way I'm not saying that God can't bless your life in every way I'm not saying that God can't bless your life in every way I'm not saying that God can't bless your life in every way I'm not saying that God can't bless your life in every way I'm not saying that God can't bless your life in every way I'm not saying that God can't bless your life in every way I'm not saying that God can't bless your life in every way 跟随他 载门 我会推荐每一个人 读一本世上最重要的一本书 是这段经文的最好的说明 中文也有翻译 是天路历程 是约翰班杨写的 叫人惊讶的是 几乎所有的传道人说这本书很好 几乎每个传道人所传的 跟天路历程所讲的都不一样 他们所传的福音 跟约翰班杨所传的福音 矛盾 就像我现在可以到处问 你们认为是不真怎么样啊 传道人 人家会说 他是世上最伟大的传道人啊 我就问他 为什么你所传的 跟他所传的完全相反呢 你看真正的得救 是信靠基督 这个信心要付代价 是要付代价的 我们祷告 父 为了你的话 我们感谢你 主啊 求你使用你的道 引导人来归向基督 好叫他们进入宅门 主啊 帮助他们 在祈祷的名字 我们祈祷的名字 在祈祷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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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祈祷的名字